作为未来新型的环保车,轻燃料电池汽车成为电动汽车的强劲对手 近日,几款轻燃料电池车车型齐齐亮相美国的洛杉矶车展,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据制造商透露,这种新型的环保车型最早可能用于明年春季公开发售 简洁的白色,流性型的车身,这就是本田公司新推出的燃料电池概念车 现代公司也推出了新型燃料电池汽车,同样是白色的车身 现代的这款小型SUV图盛则显得更加的实用 此外还有雪佛兰、丰田等公司的新型汽车亮相本次车展 专家表示,氢燃料电池汽车不仅环保,而且行驶里程长 但是其最大的弊病在于,氢燃料加注站的数量稀少,而且建设成本高昂 目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只有少数几家家住站 而要实现家住站覆盖全美,预计需要25年的时间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